去年10月出版的《捨得歡喜》一書 描述慈濟之公夫妻黨 葛基舍和孫慈禧的人生故事 幸福的舉手 哇 你們幸福指數很高啊 你擁有的多寡 而在乎什麼 你的心念 你的心念如果能夠轉 在任何一個狀況 你都會覺得快樂跟幸福 年輕時的葛基舍 吳子登科卻找不到幸福 直到1997年投入慈濟 他感覺到幸福總是來敲門 口述回憶錄 一小時訪談集結成書 將葛基舍一生中豐盈的經歷 與體悟喚起更多共鳴 這場心靈講座已讓在場人 帶回許許許多多的感觸 帶新聞 珍珍美之公黃芳文 陳宗坤 美部報導